大家好 我是张瑞 欢迎来到瑞世界 首先要跟大家道一个歉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在并行忙几个不同的事情 所以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来更新节目 之前我也提到了我基本上是佛系更新 不像其他专职的YouTuber 但是我有空就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有用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房价走势的问题 还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贯特点就是用数据和干货来说明问题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还是要强调我一贯的观点就是短期的市场是不可预测的 但是房地产与其他资产一样都是长期上升的 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否买在了山尖上 只要长期持有 那么一定是升值的 如果计算租金收入和杠杆 那么任何时候买房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一段并不是废话而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放在最开始说 那下面咱们来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里房价为什么涨 根据这些原因我们就可以展望一下2022 以及今后的一到两年的趋势了 讨论之前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任何商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 这是一切讨论的基本逻辑 我最近看了一些人对房价的分析 有些说法是似是而非的 缺少一些内在的逻辑 比如一种常见的说法就是 因为建材上涨了 所以房价肯定会上涨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似是而非的说法 也许很多时候建筑材料上涨的确会与房价上涨有相关性 但这个并不一定就是因果性 如果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用原材料的成本来决定售价的话 那就不会有亏本的买卖了 因为市场好的情况下 开发商有可能会多赚一些 如果市场不好 他也完全可能会亏本 买家是不会管你建材的成本是多少的 他们只在乎市场的价格 明确了这个基本概念 咱们再来看看影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 房地产的供给主要包含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新建住房 另一部分是存量住房 也就是二手房 因为新建住房当中绝大多数都是预售 也就是pre-sale的形式卖掉的 所以它对当前的市场影响较小 而二手房由于基数大 而且不少卖家实际上并不是非卖房不可 他们是根据对市场的预测来决定是否出售的 所以这部分的供给对市场的影响相对更大一些 通常而言 房地产的供给变化比需求更为缓慢 对于第一种情况 新建住房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5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区的建成房屋统计 从图表的结果来看 过去一段时间供给实际上还是略有增加的 对于第二部分存量住房 我们来看看inventory的统计 去年整体的存量都非常的低 年底挂牌出售的房源甚至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通过这个图表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二手房的房东都不愿意卖房 在房价不断升高的市场上 卖家普遍有吸收的心理 也就是预期未来可以卖更多的钱 所以持有房子等待市场的价格进一步走高 然而等到市场一旦转入平衡式或者有下跌的预期 注意这里是预期而并非是说房价本身一定要下降 那么更多的卖家就会开始挂牌卖房 进一步压低市场的价格 这个循环是在每一个房价周期里都在重复的 因为人不是理性的交易者 都想买在最低卖在最高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供给我们先说到这里 再来看看需求侧 还是需要首先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需求是指有效需求 光想买房是不够的 而是要既想买也要买得起 去年我的视频里曾经提到过 在疫情初期的时候 大家本来以为疫情到来会导致失业和经济下行 那么就会有大批的断供潮 可是疫情开始没多久 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 都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发钱 对企业和个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补助 所以银行断供这件事 压根就没有机会发生 不但如此 居民储蓄率还创出前所未有的新高 那这些的根源在哪呢 就在于所谓的QE 也就是量化宽松 这个词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实际上 QE对市场的影响远远比加息和降息要更大 简单而言 QE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央行直接购买资产 释放流动性的过程 比如购买MBS 政府债券等等 那这次加拿大的QE主要就是购买国债 那这样会导致三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提高了国债的价格 那降低了国债的收益率 进而间接的降低了市场的借贷成本 也就是利率 要注意的是 这里对于利率的影响 并不是调整这种Policy Interest Rate 也就是所谓的加息或者降息 在加拿大 加息降息是央行调整目标的隔夜拆借率 在刚刚过去的1月26日 加拿大央行宣布维持0.25的利率 那么下一次利率决定的日期是3月2号 可能会有加息的决定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国债收益率 它对市场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因为国债收益率代表了市场的无风险利率 那实际上也影响了折线率 进而会影响商业地产的Cap Rate 以及商业地产的估值 那第二点就是 央行购买政府的债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从政府直接购买 也就是这次加拿大所谓的GBPP Government of Canada Bond Purchase Program 这样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资产一栏就多了政府的债券 那同时负债一栏就增加了一笔 政府在央行账户的存款 那么政府就可以直接用这笔钱 来支付预算的花费 还有发福利了 那另一种方式就是从二级市场购买 比如说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 这里买过来这些国债 那么这时候相当于央行的资产一栏 也多了政府的债券 那负债一栏就增加了商业银行 在央行的存款 那么银行就可以去拿这笔钱去放贷了 那这个过程 央行资产负债表当中 资产和负债同时扩大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扩表 那扩表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简单理解就是印钱了 当然了这里的钱 它并不是真正印出来的 而是通过信贷本身完成的 这些钱的很大一部分 都会通过各种途径 流到房地产市场上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贷款买一个100万的房子 首付20万 贷款80万 那这20万的首付 是从商业银行的一个账户 也就是买家的账户 进到了另一个商业银行的账户 也就是卖家的账户 这个没有变化 但是这80万贷款 则是被这个信贷的过程所创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 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资产就多了一个mortgage 那负债则多出了80万的存款 所以我们每个人贷款买房的过程 实际上本身也就是印钱的过程 那上述无论哪一个过程的扩表 实际上都是在向经济体注入流动性 通过反复的信贷循环而创造信用货币 那从这个角度而言 印钱刺激了买房的需求 买房反过来也导致了印更多的钱 第三个QE造成的影响 就是造成了较高的通货膨胀 这个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最近美国和加拿大的统计 都显示了超高的CPI 美国的CPI甚至达到了7%这个惊人的数字 创出了40年以来的新高 那从上边QE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得出实际上 从疫情中期开始的这一波房价的飙升 它并非供给减少造成的 而是由需求突然增加引起的 因为疫情政府大量的发钱 央行的QE同时共同的影响 造成了储蓄率和可支配收入大大的增加了 那借贷成本同时又大大降低了 所以就增加了购买力 而泛滥的流动性 使银行有海量的资金可以提供借贷 还有一大批人去把存量的不动产 去做refinance 然后把拿出来的钱再重新投入到房地产 那么使得购买力出现了一个飞升 而同样是QE引发的通货膨胀 也引起了一些担忧 加剧了人们购房的这种意愿 这样无论是从想买还是从买得起这两方面 都造成了这一轮需求的急速增长 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越是这种快速上涨的行情 卖家反而越会吸售 这就导致了2021年下半年库存的快速下降 以至于创造了几十年的新低 那了解了为什么房价会飙升的原因 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原因入手 尝试分析一下今年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方面 对房价走势的影响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供给侧 之前我们讲过完工的住房 实际上多数都是之前预售的 那么对市场的影响有限 它相当于增加了市场的存量 并不会造成买卖市场的供给 但是开工和在建的房子 对未来的自住和租房市场的供给 会影响租金价格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开工的统计是以拿到建筑许可的时间来计算的 但是预售开始的时间要比建筑许可更早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数据作为一个参考 因为当前的预售和当前的二手房市场 是存在很大相关性的 先看在建的统计 双拼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而且数量十分有限 所以对市场的影响也有限 连排是略有增加 那独立屋在经历了18年到20年的下跌之后 21年有所回升 重新回到了5万栋左右 公寓是当前各个都市区的主要入市的房型 也是提高居住密度 提高房屋可负担性的必有之路 从08年下跌之后 2010年开始 再建公寓的数量逐年增大 但是增幅比较稳定 没有大的波动出现 我们再看一下开工的统计 双拼和连排新开工的数量是相当稳定的 独立屋开工数量有所增加 独立屋的建筑周期相对是比较短的 在未来一两年就会建成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10年以后 独立屋已经不再是这些都市区最主要的新建房型了 而且这种趋势以后也不会逆转了 公寓开工 20年因为疫情出现了一个大的下跌之后 现在回到了正常的上升轨道 墓制的矮层公寓 它的建造周期一般是两到三年 高层的公寓可能要四到五年 从上边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 新建住宅这部分基本都已经回归到了正常的上升轨道 我们可以认为这块对未来市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另一个供给的影响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二手房的市场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部分供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市场驱动的 那这种供给它跟价格之间是有一种微妙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如果市场预期不再出现大幅的飙升 那么很多卖家就会开始出售增加市场的库存 那谈完了供给 我们再来谈一下未来的需求 在短期因为很多人担心未来的加息 可能希望尽快买房锁定一个低利率 所以它进一步加剧了短期内的购房需求 还有一个需求的影响因素就是人口的流入 先来看一看移民的数据 2019年有超过34万的新移民登陆 2020年和2021年度受到疫情的影响 移民登陆是大幅的减少了 20到21年度只有22万的新移民登陆 那随着疫情的趋缓 那之前因为疫情的影响 没有能够如期登陆的移民 应该会在2022年集中登陆 而2021到2023年的移民目标 如下表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每年都要有超过40万的移民 比疫情之前还要多 那虽然不是每个新移民来了就会买房 但是居住需求它是确实存在的 那这些移民首选登陆的地区 持续的低空置率就说明了问题 今年预计会出现一方难求的现象 租金预计也会有比较大的涨幅 那这样实际上对房价也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上边我们谈到了需求增加的方面 下面也谈一谈促使需求可能减少的一些因素 首先就是美联储已经停止了QE 而且预计今年可能会有四次的加息 当然这个次数和幅度大家是众说纷纭 但是无论如何 这项市场释放了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 就是不会再继续大放水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拿大央行 1月份的货币政策报告 去年11月停止了QE 那现阶段只会replace到期的债券 今后会把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控制在4350亿左右 那下面这个图也可以看出 加拿大央行今年购买国债的情况 在3月份到达高点之后就逐渐递减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那加拿大的央行也可能会加息4到6次 有些人可能会算一下 如果加息0.25到0.5 那月供会多多少 进而推出对购买力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有一些但是绝非决定性的影响 决定性的影响还是央行释放的这种趋势信号 以及市场是否会改变预期 只要预期改变了 那么整个市场的行为都会改变 这一点我们前面多次强调过 美国和加拿大其实都没有开始缩表 但是就是靠这种信号的释放来改变市场的预期 以此来推进货币政策的目的 刚才我们说过了市场预期如果改变了 那么买卖的行为也可能会改变 那很多稀售的卖家就可能会入市 而一些买家可能会开始观望 如果上半年加息的靴子落地 那么这种预期很可能就会出现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历史上的房价涨幅数据 在这个year over year的这个图里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快速的上涨都会面临一次回调 虽然历史是不能代表未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概率是要有这种回调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回调什么时候来 毕竟如果每一年都上涨25%的话 那我们算一下三年房价就会翻翻 大家想想这可能吗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这里说的这种回调并不一定是指房价的回落 而是指增长率的回落 这是一种均值回归 我们再看一下month over month的统计 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率的认为 房价的这种疯狂的增速是不可持续的 尤其是在央行政策调整 造成市场预期改变的情况下 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点就是房价归根到底 是供需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而存量房的供给与市场的预期相关 有效需求则与货币政策相关 第二点就是随着美加央行QE的停止 在第一次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 市场的预期可能会有所转变 疯狂的上涨可能不会再持续 市场会转向更加平衡与平稳 第三点是市场的所有的变化 几乎都比人们预想的要快 上次QE是这样 那这次的加息也是比预期要来的早 第四点就是前期到处都疯狂上涨的情况 可能会有所转变 那一些位置比较偏远的地区 它的价格可能会出现回落 因为上次之间的上涨 就是一个大水漫贯的结果 那么回调是必然的 而好的区域它价格就会比较坚挺 第五个是对于自助而言 合室入室都是好的选择 那对于投资则可以观望 挑选好的位置和好的deal 最后一点就是虽然加息周期来临了 但是从更长期而言 利率很难回到80年代的水平 那保持一个相对较低的利率 还是未来一个很大概率的时间 所以房地产仍然会有比较好的这种杠杆效应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好